在上海嘉定的博物馆有一件清朝的内衣 它的出处好像没有很详细的交代 确实是一件文物 这件内衣上用老鼠的这个胡子 这个老鼠的胡子最近是挺时髦的 用这个老鼠的这个胡子写了四万多字 有几十篇优美的范文用于考试作弊用 可见这个家伙用的真的功夫了 放大以后非常漂亮的 真的不得不承认这种美啊 用老鼠的胡子都可以写出这种字体来 这本件就是艺术品这本身是吧 考试作弊 你说你都下了这个功夫了 哎呦喂 你要用到正道上是吧 你不也可以成为马斯科 成为黄延勋 呃成为呃乔布斯 呃成为这个 这些个对人类推动文明有有有意的人 没有啊 其实吃的苦比他们吃的还多 啊付出的努力比他们付出的还大 对我们整个的人类没什么帮助 几千年都如此 啊不但没什么帮助 可能还是退步啊 你说你看到美美一定是向善吗 真的不一定 纳粹那时候用人皮做这个 说哎这个人皮上有纹身 他就把这个纹人皮割下来 做皮包做什么的 所以也是艺术品也很美 这能说它是善的吗 美不一定啊 这就是善的 所以说我们辨别美 还有一个善恶的这个价值在这里面啊 有善恶的价值判断 几千年这个东西对人类进步没什么益处啊 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它还存在着吗 我觉得可能还存在啊 这个女生考完了数学说再也不用考了 这个是北晚在线说的 那你这个天天弄这个数学 这个精巧的东西 跟在这里啊 点着煤油灯也好啊 就着这个太阳光也好啊 写这些个四万多字 你四万多字 你不一样也是在下一种苦功夫吗 一样不也是对于一种压迫吗 是吧 能转化成那个更有价值的东西吗 这个是作弊 这个就不是作弊了吗 我觉得从更宏观上来看 这个也算作弊 是吧 沿街发展这种啊 数学的啊 这个物理的化学的美好的东西 是他有更深刻的源泉的啊 就是沿街不是被奴役 沿街是在那里面是获得的自由 你这个在这里是得到了一种 被奴役的东西是吧 因此我觉得内在逻辑一样 几千年没有变 这里出不了马斯科黄炎勋 这里依然也出不来 你看他自己说的 他都不再碰数学了 不碰数学了 你怎么行啊 所以说这些个东西啊 依然没变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 想一想吧 是吧 简单的又简单了 是吧 原本的东西就在那里了 你现在胡乱的在这里 摸石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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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